烏克蘭就很慘了 被美國人不斷PUA 一年之內已經被美國人PUA了兩次了 烏克蘭之前 特朗普屌屌 拜登的兒子在搞什麼生意 拜登應該會支持烏克蘭嗎?按照特朗普的邏輯 你的兒子在那裡 但問題是現在不屌你嘛 現在說 屌你老美 駱大哥要堆過來 我們先著草 然後看我不知道那個堅定留 視頻講的 或者拜登說 保衛烏克蘭就不是美國人的義務 因為美國人只有義務保護北約的 所以理論上來說 我通過他的話來講 就是老大哥 你只要不要打北約的國家 美國人是不會理會你的 但是之前烏克蘭這麼欺勇 他挑逗老大哥肯定也是吃欺了美國人為他的親藥 搞到現在滾鳩就趕了起來了 人家就拿滾棍過來打你的滾鳩 那你又沒有在那裡 強行就要下了打人火去 今年第二次 我在北約很可憐的 在那裡有美女 到時都不知道怎麼算 輕之美女 都不知道老大哥會不會發揮 當初你有什麼紅軍精神 老大哥應該不會真的 他大軍壓到邊境了 他不會真的被打進海了 他肯定不會打你 他打仗 大炮一開 黃金萬兩 老大哥不是這麼搭水 搭水都可以打仗 那些飛機飛一下 都十幾萬的 飛彈一飛飛過去幾百萬的 你是不是真的不在搭水 你說你多開幾條氣候去阿爺那裡 種多些糧食去阿爺那裡 你都可能可以射多兩顆東西 但是你現在的錢應該不夠打仗吧 這個時候是一個很敏感的 因為是冬天 他好像說要關掉了烏克蘭的氣候 烏克蘭早就已經老大哥沒有氣蓋了 之前曾經說過普京的邏輯 就說烏克蘭裡面的全部都是他的東西 他非法佔有了俄羅斯的財產 是啊 所以在普京的角度都是合情合理的 你拿了我的東西 怎麼會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烏克蘭現在的冬天就是要靠外發電 不是 烏克蘭 如果普京說的是真的 烏克蘭就學了很多天然氣 他肯定是不會有能源的問題的 我不知道 阿普基是不是急討論的 即是 烏克蘭是說 烏克蘭是中間截掉他的氣 以前傳統來說 就要經過烏克蘭才去到西歐 即是說 那烏克蘭就可以中途開了他 拿走他 是啊 已經說他拿走了 是啊 不過你真還是假我就不懂了 是不是真的拿了普京的狗說的呢 不過說回我們 民主峰會說完了沒有 如果說完就說下個 topic 怎麼會呢 民主峰會我都沒有認真去看 民主峰會就沒有什麼自己說的 阿爺反而是自己說一下而已 不過阿爺反而好像只是對境外 就是境內好像是應該沒有大事宣傳這個東西的 沒理由不在一起的話 我還有幾個 topic 可以說的 民主峰會明天有一次公投 說了 之前說過了 他三次公投嘛 給他三次 最後一次 明天最後一次 你覺得是獨黑眼的 看上兩次好像應該是沒什麼機會的 但是這些東西很難說 你以理性的角度來說 獨立對他沒什麼好處 除非是有第三方介入 比如阿爺 不一定是說賊莊教和阿爺 第三方介入就說 來 最後你和法國人分道揚鑣 我給你一個好處 因為法國人現在是相當的 一切一切一切 法國人是揚鑣 法國人是揚鑣 是啊 所以法國本身是 切本的 做一個叫什麼 殖民者應該負責任 當年 但問題是 對於那個賭國的賭民本身來說 好像是說 這次都不是誣阿爺 是之前真的有阿爺有些投資的 然後就不知道那些是空投資票還是什麼 那個項目就爛尾 究竟是政治原因 還是純粹是經濟的考量還是什麼 我就不知道 但是阿爺 信不信得過 如果法國人真的幫你站到現在是 南太平 就是他附近那幾個國家邊 他是最搭水的 就是基建最好 但是就算是說 你這樣說 副業界最爽的都好像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太高 就是總體來說 不知道 反正我問 就是我之前不是去過什麼阿魯雅圖的 就是問過阿魯雅圖 跟去過Niu Caledonia人說 全部說那裡的基建水平就是不同水平的 包括那些路啊 收入啊 建設 什麼都不同的 除此之外 如果你說Niu Caledonia獨立了 全部不是法國公民的 那就 簡直就是 法國自己就不可以叫法國人的了 就不可以了 就連這個福利也沒有了 什麼 什麼沒有了 連這個福利也沒有了 就真的叫自己賭民的了 就真的 不能去法國讀書 他應該大多數人一輩子都去過法國 都沒有去過自己的宗主國 我去宗主國 反而來澳紐的人不多 就是我認識最少兩三個是當地的白人 我也認識啊 那些說法文的 說法文的 你是認識的那些白人是賭人的嗎? 以前我們跟另外一間規模大 我們公司的有合作的項目 大一點的公司的其中一個director 就是那個國家人來的 那些英文我覺得不是很正的 因為我們公司有一個director是法國人來的 但是一兩個見面就說法文的了 那個人 那個是什麼種呢? 那個賭人? 就像外國人的樣子 像外國人的樣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種 我不懂看 但是樣子是像外國人的 但是不是黑的嗎? 不是黑的 但是又不是說很白那種白的 又不是北歐那種很白的 媽媽又不是那種 應該不會的 我覺得真的沒有在這裏 但我覺得沒有在這裏 沒有在這裏 但是 這裏是很在這裏講的 應該 之前的民意調查 看得出來 預計到的結果是很在這裏